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视频上挑战波球 挑战徐晓东 挑战泰森 泰森没有搭理他 没有回复 波球也没有回复 他说我挑战泰森 泰森不敢跟我打 不回复 泰森输了 我挑战波球 泰拳王子 波球不敢跟我打 波球输了 好吧 那我就挑战国内的 国内有一叫徐晓东的 你们知道吗 他的水平不行 他就是骗子 我要挑战他 我一听 我本来我很生气的 我正好想找人要揍 我现在那会儿就很特别高兴 能在合法的拳台上 合法的打人 而不用负责 所以我立马就联系到了吕刚 我跟你打吧 吕刚说 吕刚跟我说 徐晓东先生 我可以跟你打 但是咱们要谈出场费 我说好啊 你多少钱 我要一百万 一百万人民币 我说你一百万给你姥姥个腿 你敢骗吗 我说吕刚 从今天开始 我要把你跟我的聊天记录 我发到全网上 让大家知道你是为了钱 吕刚害怕了 害怕了 又跟我说 最后两万块钱 他能打 我找到了赛世芳 赛世芳负责给他两万块钱 但是在国内的很多地方都不让打 因为有徐晓东 赛世芳也不让打 所以 赛世芳找了半天 找到了中国半途 最西北的边境的一个城市 叫克拉玛伊 在那里头 我跟他打的 但是我怎么去的呢 我坐绿皮火车去的 飞机飞三个小时零四十分钟 就到了 我坐火车四十二个小时 因为 城市太极澳大利亚 你这个时候 在你的全馆 以前的那个秘图 那个时候 经常有人进来想跟你切磋 有 都是来教你 那你怎么介绍他们 在打雷雷之前 2017年 我们切磋是非常友好的 我们上擂台去打特别好 2017年之后 是一帮骗子 和一帮太极的人来骚扰我们中国党 他们的意图就是 我跟他们打 只要我碰他们 他们就倒在地上 报警 我的全馆就会关门 所以 有好几起 他们来全馆 我不跟他们打 同时 我录像 他们打我 陕西 一个叫严成涛的 50岁的人 身高一米六 体重60公斤 来我的全馆辱骂我 打了我47个大嘴巴 48个 我一个一个记得 我没有还手 我让我的学员拍照 视频 之后报警把他抓走 48个大嘴巴 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一样的情况来找你 不是你故意去找其他 都是他们来找我 192年他有一个50太极拳的 叫陈勇 叫陈勇 那这个情况怎么出来 来我的拳馆挑战我 我也很佩服他 深圳人跑到北京来挑战我 但是说话很客气 我同意了 但是呢 应该是在2018年底就应该打 但是他说他受伤了 不能打 再等一年 等一年以后他说能打了 但是全中国都没有我比赛的地方了 后来怎么呢 我们就找了一个在深圳 郊区 一个山庄 开车从深圳出发 也得一个多小时的山里头 一个深山里头 只能开SUV进去 轿车就会拖底 在那里头 所以说没有武协 没有有关部门的人 因为他们都找不着地方 所以我们秘密的在那打 同时开直播 打的 就这么点 他也是找你 不是你找他 所有的都是找 我们从这个已经明白了 每一个是来找你 不是你去找他们 只有几个我找的 第一个人 叫雷雷 2017年4月27号 第一个 到目前为止 最后一个人 叫长岛熊一郎 是一个日本的K1冠军 我找他打的原因 是因为一龙 本身跟我签完合同 是在澳门打比赛 一龙不敢跟我打 不打了 我很生气 我就必须要找一个 整天羞辱他的人 长岛熊一郎 是唯一两次KO一龙的人 所以谁KO了一龙 我跟谁打 就是为了曝光一龙这个小丑 为什么一龙都想跟你打 因为他打不如火 因为他积攒的名气都是 基本上都是骗出来的 所以他不敢争 他不敢跟我打 合同我都有 在澳门 合同我都有 而且我已经发到了我的微博 我发到我的朋友圈 合同都有 不打 但是我跟赛世芳签的 赛世芳跟他签的 我们俩没有互相签 所以 法律责任是赛世芳跟一龙解决 跟我没关系 但是从江湖道义说 一龙是一个胆小鬼人 不敢跟我打